这个校爸三天没欺负人了 一旁的男孩正在吃饭 校爸正愁手痒了 见到男孩比自己矮小 想不到校爸进一脚踹上餐桌 为什么现在的学生的肚子是越来越低 他不光欺负比自己小的 甚至还欺负女同学 你在干嘛 我去吃饭 校爸竟果断讥讽女同学 看到女同学如此惊人饭量 认为她一定是个怪物 一旁的小迪刚打算制止 不料女同学已被气哭 迈着轻盈的步伐离开了 小迪告诉他们不许欺负女同学 可校爸看了小迪一眼 就骂她是个穷鬼 原来这是一所富人孩子学校 但小迪的爸爸却是个农民工 倾尽家里的所有钱来为小迪上学 只为让小迪受到更好的教育 不光校爸看不起小迪 连学校的老师也一样 就在一天上课时 老师问大家的梦想是什么 其中有人说想当大明星的 校爸也果断起身 不像这个大学家 但是一定要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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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